一边 天天变 最终修行的时候 好像每天都是在脑子里面 牵线一种大扑别人的观点 并没有自己好好修行的观点 这样不是很好的 一边修行 一边辩论可能很好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辩论 刚开始从加信 从修行法开始修 后来到中间的时候 基本上对佛教的有些信心 稳固的时候再学辩论 好像感觉是这样好一点 但现在也有不同的证论 有些人认为 刚开始的时候要遣除怀疑 但是有些辩论并不是 遣除直接的怀疑 就像有些文字上的辩论 这样并不是很有意义 所以这是可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的 当然第二个问题 你在修学过程当中 辩论运用到生活 这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有些人的辩论真的成为修行的意义 包括很多传言的 全职末通人国际 五湖光尊者 他们都是在不同的人间当中 这样要遣除疑惑 我们在闻思的时候 现场闻思很重要 如果没有闻思 你读大学也好 读世界的任何课程 你没有很好的系统的学习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也没有意义地揭露下来 也没有通过长期的学习来断除 没有断除的话 永远都是一种问题 所以自己死下来过后 并没有思考 这是现在很多佛教徒 或者研究宗教的最大的缺点 每天都是自己没有很好的解决 按理来讲 以前很多的高僧大人看他们的传记 他对某一个问题要思考很长时间 然后反反复复地寻找他的答案 最后也解决完了 一直到解决完美着 比如说 我对因果也好 或者我对佛教的某一个观点 有一些产生怀疑的话 那么我要问 我要去寻找相关的资料 最后真正得到自己正确的大为止 但现在很多人也不是 问问题也是聊一聊 回答也好 不回答也好 然后答完了以后 完完了也没有什么 看完了以后 完完了 那这种是跟逻辑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应该用一种比较很严谨的思维方式 来进行大托 就是大力 最后得出一个很坚实的结论 那永远也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这种见解 我觉得现在来讲非常重要 尊贵的刊部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 目前在台湾佛教界 有一位居士 他在网路上 还有散播了很多的书 到处攻击佛教界的长老大德 尤其是对藏繁佛教的一些大德 也进行了非常严重的人声批评跟教义的扭曲 让台湾很多人可能对藏传佛教 产生一些错误的理解跟知见 那针对这些 可能并不一定是遵守这个辩论格式 乃至于可能用了一些不择手段的 相似的佛教人士 那从这个藏传佛教辩论的这个方法的体系 是不是有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呢 会以怎么样的一个立场跟方法 进行变破外道 以肃立正法床的这个方式 好 阿弥陀佛 来 来 实际上这种现象 我是很多年以前都已经发现 然后我也关于在这方面 刚开始的时候也写了一些编过的论典 也有所出版 有所发行 但后来觉得是不值得 因为对方基本上道理也不佳 也不会有一种真实的一些议据 只是故意有一些遭遥而已 这种情况实际上有正确见解的一些佛教徒 不会有丝毫的动摇和危害 因为对方 我刚才讲了 全是一种相似的阴影 相似的推理 相似的一个队里来推翻一个真理 实际是自古以来永远不是没办法现实的一件事情 其个别的一些间接不问题 闻思不牢固 修行不成功的个别人 可能人与云随之而跑 有可能性 但是这个对佛教来讲也并不是一个损失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这个地方 如果有这些现象应该是很好的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他们因为做不到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有其他背后别有用心的人的一些利用 那么这样以后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会暂时到一定的时候会自身自灭的 还有一种 在这种情况下 佛教徒在离境当中成长 更有一些发现 发现什么呢 发现一个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 很多人都要重新思考 其实我们人永远都是一个在光明当中 不一定就是他能成长 如果人旁边有一些 就像你们的民族选举一样 大家都有一种说法权利的时候 那么我们站在中间的人也会 我经常在我的讲课也好 我在人生当中我希望经常给我抄毛衣 有些人给我调蒙标的会不会升级 我说不但不升级 很高兴 比我赞叹还高兴 因为赞叹的话不一定对于优异 然而你说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的话 我也会进行思考 同样的道理 有些行为确实也是 会不会我们国教部也是需要思考的 当然在这个时候 一个是显宗的很多障傲 密宗的很多障傲 那么这些人是他们所说的那样 是还是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在那个时候会观察 我前两天也是给个别的一些佛教徒 我给他们也讲过 说你们佛教徒不要整天搞一种仪式 非常简单的层面来说 否则基本上有些利论方面是你们怎么样 有没有一种顾虑 我们佛教徒应该要真正地去学习 真正地去 如果真正地大家要团结 团结什么呢 团结一些泄法要弘扬的时候 我们的真法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弘扬 一般来讲就是刚才对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火焰就是越来越慎然 如果没有这个木材的时候 就是火会自己熄灭的 因此佛教别人有些说法的时候 佛教的整个团体就是越来越团结起来 越来越大家就是共同学习 真正的一些正的这种本来面目 越来越会展现 因为依靠这些语言的话 反而佛教里面有很多的理想的火焰 不断地在慈然中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 Kembo好 我是华办大学的学生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可是跟辩论不太有关系 那因为今天都讲的是几掌空生 但是我想问的是明的问题 就是本来面目的问题 这样子 那我要想请Kembo讲解一下说 可以跟我们开示一下说 如来藏还有法界 还有乃至我们藏传在观修本尊的时候 我们认为本尊是本来清净的这个礼物 而且就是他的清净是就是本来清净 而非我们观想的清净 那我想请Kembo帮我们时辈开始 关于如来藏的道理 实际上是在报信仑当中讲得比较细致 然后关于法界 法界就是龙猛菩萨在《法界论》当中也讲得很细致 其实这两者按照全知诺仁仁仁博切的 有些还有一个叫做三本心论 三本心论当中说法界也好 如来藏也好 最究竟的神异地 还有不坏名点 一般九龙派有很多叫做不坏名点 还有名空少语等等 这些作为证物者来讲 都是不同的名声而已 实际上是一个意义 因此当我们真正认识他的本性的时候 实际上最妖艺的本性也是值得他 以前有一个上师他在一个圣地召见了文殊菩萨 然后他其中的金刚歌当中都说过 原来认为是所谓的文殊菩萨在妖艳的地方 实际上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自己 也就是说 认识他心的本来面目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是法界 他就是如来藏 他就是我们最了益的本尊 当没有认识他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分开了解 所谓的影响本尊如何如何发生了 然后法界好像是无耳智慧的对境 如来藏 一切众生的心事根本的来源 也就是说 阿兰伊跟最了益的法界 是无耳无别的这样的现象 所以他有不同的阵子 最了益来讲 都没有分别的 而如果我们不同编辑和不同中生面前 能悬俗分开的时候呢 当然有不同的一些颜值来表示 我姓杨 我是佛教学习老师 我有一个观念我想请教您 今天主题是佛教的辩论方法 我觉得这个辩论的产生是因为需要而产生 它并不是一个目的 就是因为在从印度佛教开展以来 一直传到一家派起来以后 一直印度就是有一个传统 他们喜欢用辩论 就是佛罗门教 他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辩论 辩论输了 他就必须拜对方为师 所以我认为历史上 就是说我觉得历史上的辩论 就是当然我学识有限 我觉得最伟大的一场辩论 应该是玄奏法师到印度以后 他代表佛教界跟异教辩论的一场 他最后的结论 他们谈到那个空性的时候 最后提出一个问题 结果玄奏法师跟他答复说 如人饮水 人暖自至 这个成了千古名言 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 是因为主要应该在学活过程中 应该要先深入精湛 然后真正得到认知这个活 就是说这个经典的要义以后 然后开始对外界有疑问 或对经典有疑问的时候 自然会有一些疑问产生的时候 就会有讨论产生 那假如把辩论变成一个格式的话 那变成好像有偏解 当然辩论的方法 有一个格式是一个很好的思想训练方法 可是它并不是目的 那可能到最后变了不变 因为就像《玄奏法师》最后讲的一句话 如人饮水 人能自至 已经是对方没办法再讲出任何议员的时候 那应该是一个最高的情节 请您指教 这个说得很对 《玄奏法师》在印度的这些经理我也看过 当然像宣传当时去的时候的《玄奏法师》 跟前面有个别的一些藏传佛教的大本传入 有些地方是有所相同的 有些地方是没有相同的 但不管怎么样 实际上佛教的辩论 没有婆罗门教的任何影响 这个是我想我们应该用正义来观察 否则恐怕不合理的 《玄奏法师》所讲的 若人饮水 灵乱自至实际上是讲了一个比较高的情节 这种情节我们在佛教 包括藏传佛教也好